Hello 大家好 DJ日記的DJ哥 今天用很沉重的心情 和大家分享這條影片 其實有什麼那麼沉重 昨天上了一段影片 出了家一會兒 接著我就拿回來 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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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같아서整WORK 那我就重新再上角 有些部分可能引起大家 相而不安 究竟可不可以播 所以 我就 我想都沒有想 就停了一段影片 跟著剪走了 不要煩 不要煩大家 拍影片就是這樣的 因為要顧及自己的感受 又要顾及别人的感受 但是要顾及所有人的感受 就真的很困难 其实也不可能 因为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同 所以才由现在这个世界 由这个社会 由不同的东西产生了出来 那今天我的话题就是说什么呢 其实在这几天里面 大家都应该会比较 用一个沉重的心情去过活 我们眼见在马来西亚的疫情 一直攀升 在台湾 新加坡 印度 香港 都有少少攀高 最重要是一个变中病毒 所以很多朋友都会紧张了 很担心 病情会影响到自己 或者自己身边的人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下 探讨一下 究竟 疫情 怎样防御呢 怎样可以好好保护自己 和保护其他人呢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想法 那同时也都会受很多外界的影响 好像我们每一个拍片的人 都会想一下 究竟应不应该再去拍片呢 究竟应不应该做一些可能我们自己认为 我们自己认为是对的东西 去拍出来和大家分享呢 究竟那个 分享了之后 受到那个压力会有多大呢 在这些 言语之间 观众的反应 市民的反应 会不会令到一些 喜欢拍片和分享的人 有很多限制和介线呢 不用这么扮声 其实我不是扮声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心情 其实前两天开live 都有观众提到 很想听下YouTuber的感受 就是他们做YouTuber的生活是怎样的 那接下来我也会一路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始终我们 呃 做YouTuber 将自己 的生活公开在这个世界的YouTuber 尤其是 我们的生活其实都会有受到大家的影响的 我们经常出片的时间呢 都需要考虑 每一个字 每一个片段 每一个画面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但其实这个世界呢 所有人都是被媒体影响的 好像 早几天和 鱼帽 聊天 那样 都有说过 究竟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的东西 现在在电脑上 在电话上看到的东西 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呢 有多少是假的呢 有多少是假的呢 我们怎么去分析呢 我就常常跟自己说 我眼见的东西 我自己过到自己良心的东西 那我就去做咯 我就去拍咯 拍出来就跟大家分享咯 那如果这股力量 令到我们这一类的人 是 没错 出去吧 出去吧 出去姐姐到 谢谢姐姐 如果我们承受的压力 越来越大的时间 可能有很多事情 我都不会再敢摆出来 在这个网络那里分享到 那所以是不是今天应该要沉重一点呢 疫情呢 政府都有一些管制令 那又希望 有一些限制 令到这个疫情 不要去扩散出去 那但是呢 同一时间 我们现在已经是 行动管制令一 二 已经去到第三 第三次的行动管制令 其实都有不同的规则 不同的变化出来的 究竟 同一架车里面 坐两个人是安全 同一架车里面 坐三个人是安全 还是那架车可以坐五个就坐五个 那架车可以坐七个就七个 是哪一样安全呢 这些规则都不断在变 出街吃饭 同一架车可以坐五个就坐五个 同一架桌可以坐四个是安全一点 同一架桌可以坐两个是安全一点 还是完全不可以出街吃饭是安全一点 那这些规则都会一直变的 好像 出去公园做运动 试过完全不可以出去公园做运动 公园是不给入的 封了 安全一点 还是可以出去公园做一些休闲运动 散步 或者跑步 或者健身安全一点 还是 只是可以在公园跑步 安全一点 这些已经是 搞到令到一个 我想不只是马来西亚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很头痛 究竟 哪一样好些哪一样没那么好 那我也都看到马来西亚政府有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它都受到很多舆论的压力 好像我们任何一个拍片的普通市民 是一样的 我们普通市民都有很多如量压力 有些观众会觉得这样是对 有些观众会觉得这样是对 个个都不同的 个个都不同的压力走过来的 那怎么判断呢 马来西亚政府同时我都见到 有这个问题的 出了一个政策之后 受到一些压力 一些媒体 一些市民说 哇这样这样不对不好 很快的变得 两三个小时后又会有新闻报道 又有第二个政策改变的了 那试过在MCO3.0 在两三天里面 其实差不多隔半天 早五晚 跟着早五晚 都有不同的 条款改变 都有出来的 那当然啦 我们做普通市民 你生存得在这个国家 就要遵守这里的法例 遵守这里的改变 尤其是疫情千变万法 没有人去估得到 它的变化会是怎样 但同时呢 我都想讲一下自己的感受 我都参考很多不同的 除了官方的通知的报道 都会看一下民间 比如一些医生的频道 一些专家的频道 或者一些学者的频道 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出了来的 每一个都有它自己 独特的见解 因为人人看的东西都不同 那我都会去分析 去了解 跟着再融入回自己生活里面 这段影片 讲这个疫情 遵守规则 其实是没有结论的 大家都可以用回自己的方法 去做回自己认为 对的东西 但是 做你自己认为对的东西 的时间 当然你不可以和政府对抗 因为政府定了一个条例 出来 你犯了 它有机会可以罚你钱的 它有权 是不是 虽然钱财身外物 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但是 一讲到 初初罚一千元 后来变成加到 一万五千元 立即全部恐慌性 钱是很重要的 这个世界 罚一千元和罚一千元 是完全两个小的 罚一千元 真是不幸运给他捉到 罚一千元 都叫做负担得到 但现在罚一万五千元 最高消费 真是不幸运给他捉到 罚一万五千元 为什么我们 pound 罚一万五千元 不要博了 虽然我觉得自己的行为 是对 其他人 对自己 通通都没有影响 都是觉得是安全的行为 但是无奈 无奈 有这些条例在 可能的 有没有这个条例 究竟能不能 做这些事 没办法 就唯有下架,避免再受不必要的压力 在马来西亚这里防疫是其实做得不错的 也是因为天时地利的关系 因为在马来西亚基本上,好像我要出去买东西 无论我去买东西吃,或者我要买件衣服,没有衣服着 或者我要买洗头水 由我家离开的时候就开始戴了口罩 现在紧张一些疫情,我会戴上眼镜 接着坐升级下街,基本上升级都是自己一个人的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看到一打开升级有人 通常都不进去,会等多一部升级 在我们这里的居民就会是这样的习惯 下到街,接着就经过一条小路,小小的路 就上了自己的车 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要买公共交通工具 接着上了自己的车 开到我们需要买东西的商场 或者我们需要买东西的食店 停下车就走进去 要食物,拿东西 接着回家 基本上可以接触到的人就是买东西的时间 买东西的食店,通常大家都戴着口罩 接触都是第一手过去拿东西 站远一点 不会很紧密的接触,你不会和他抱抱的 这里不是法国 那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就算我出去买东西 或者我出去拍一些影片 那我都不会和其他人接触 基本上我和人交谈的机会都没什么的 没什么的,除非我不懂路要问老了 但通常都不会了,现在都熟了了 那我就认为是安全 也都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但反之呢 在这几天里面一直都有一些留言 一直都有一些跟朋友聊 网上也有很多朋友会说 你又出去拍影片,又出去买东西 你又应该要留在家是最安全的 但同时地呢 我又听到很多朋友说 我现在虽然没有出去买东西 但我都会招呼朋友回家吃饭 或者有时的亲戚聚餐 好像在近几个礼拜的期间 社区爆发是很明显严重了 因为都听到很多身边的朋友 或者在网上听得到 有时身边的亲戚会中招 原来早几天跟他吃过饭 都很担心 也都试过有朋友说同时就中了招 那大家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 然后再听到原来 很多朋友都在办公室里面 是不需要戴口罩 戴口罩是有问题都有的 那这些就变成了在内心里面 大家看不到的环境里面 有没有可以再做好一些呢 其实我是很想在我的影片里面 带到很多很多比较真实一点的情况 给大家看到 我出去拍到什么想让大家看到 但是有些地方拍不到的 可能大家的自己的家里 或者别人的办公室里面 真的拍不到的 但是这些讯息是真实 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表面做给政府看的 出街不可以吃饭 见到人要戴口罩 就是出街要戴口罩 你不戴可能要罚钱 这些是表面的东西 但是政府很难走进我们的家里 看看你有没有 请朋友回来聚餐 吃饭 有没有在办公室里面戴口罩 那这些事情是不是应该我们 借助一下每一个人的媒体 去跟大家分享 给多些人知道 其实你一想就想到 我出街和人吃饭是很危险的 因为面对面 那政府禁了做得很好 这个是人人都见到的 你走出街经过茶堂 经过餐厅就见到 哇里面有没有人吃东西 但是办公室里面怎样呢 没有人见到的 只有同事自己见到的 那这些就是真的要靠宣传 如果大家都认为 我说这一番说话 这一番言论是合理的 大家都跟大家分享 其他身边的朋友分享 尤其是在办公室里面 我都听到有好几个朋友 或者朋友的朋友 就是说我自己很想戴口罩 但是回去 所有人都大部分人都不戴口罩 就变成我戴口罩是被歧视的一个 都有这些故事听到回来 不知道你们身边要上班的朋友 有没有这些故事呢 那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总之就是希望这个疫情 可以快点解决啦 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在里面啦 DJ哥啦 是一个拍影片的人啦 拍影片跟大家分享的人啦 其实我时时刻刻都很想将 最真实最真实我眼见到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的 无奈 有些东西我们是不可以做的 在这一刻 好 多谢大家支持 记得赞好订阅分享 按钟仔 做完我们的会员呢 就是对我们的更大的支持 拜拜 拜拜